袁北洋代表民進黨參選桃園市長的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碩士論文爭議不斷 繼台大認定論文嚴重抄襲 並撤銷林志堅台大國發所碩士學位後 中華大學24號傍晚也公布調查結果 一清本案事實後認定林志堅均就本案碩士學位論文之寫著 確實存在抄襲情勢且情結重大 決定撤銷其碩士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學位證書 林志堅中華大學科管所發表的兩篇碩士論文 通通都是抄來的 當初總統蔡英文口口聲聲說 相信林志堅是清白的 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害怕想起來 我想請問一下連續被兩個大學 台大跟中華大學雙雙都因為碩士論文抄襲 而撤銷他的學位這叫做什麼清白 所以我在這邊要求一路在瞎挺林志堅的 蔡英文 鄭文燦 鄭韻鵬要出來道歉 林志堅直接被雙殺 民進黨請全黨之力一起欺騙百姓 資深媒體人趙少康痛批 從論文門可以看出民進黨就是一個 只有顏色沒有是非的政黨 這樣的政黨如果繼續執政 人民一定沒有好日子過 今年年底一定要用選票給這個欺騙 全民沒有是非的政黨一個教訓 蔡英文的意思就是她當了總統之後 她的政治的權力就可以讓她 藐視學術單位的專業判斷 就可以讓她凌駕於學術單位的超然獨立的立場 那麼這個才是權力最醜惡 最令人不齒的一個面目 學術殿堂遭政治凌駕 那如今兩所大學都維持了學術的自助 就不知道下次在權威所逼之下 還能不能挺得住 記者新竹 綜合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